胡塞武装为声援架杀,正面硬钢为以色列保驾护航的美国 英美终于出手了 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纳和主要港口河台打倒的空袭 也算是意料之中的球垂得垂了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 指美国及英国在澳大利亚、巴林、加拿大及荷兰支援下 成功打击了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境内设施 在这个名单里,中东国家巴林的名字特别扎眼 它虽然不是红海沿岸国家 但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就设在巴林 其管辖范围就包括波斯湾、红海、阿拉伯海、东非沿岸等 事实上巴林一直紧跟美国的步伐 美国希望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和解时 巴林也率先与以色列恢复了正常关系 这也让不少阿拉伯国家不满 巴林是一个位于西亚临近波斯湾西岸的岛国 原本是33个岛屿组成的群岛 但是大量的填海造陆工程已经改变了国土现状 陆地总面积增加到了780平方公里 早期的巴林只是海湾地区珍珠采集和贸易的中心 当地人靠采集珍珠补育经商为生 1933年发现石油之后 巴林成为海湾地区最早开采石油的国家 早早就实现了国家富裕 不过命运和巴林开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其储油量还不到沙特油气储量的0.5% 石油产量在海湾各国中也是最少的 早早几近枯竭 成为首个步入后石油经济的波斯湾国家 经济已不是单纯依赖石油 自从20世纪后期 巴林已投入巨资来发展金融和旅游事业 显然已成为中东后花园 风俗产业更是神奇般的迅速发展 中东土豪都爱去这个小国家玩耍 巴林被世界银行认定为高收入经济体 虽然跟邻居们还有差距 但国民绝对不出吃喝 放到更大范围比较 邻居收入超过了意大利 由于石油派穆斯林不能参军 巴林安全部门超过半数雇员是巴基斯坦人 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就驻扎在首都麦纳麦 负责中东地区船只的安全 随时监视着波斯湾以及印度洋的东京 2001年 巴林就成为主要非北约盟友的成员 紧抱美国大腿也就毫不奇怪了 感谢观看